VC简易今天正式放出 老脸卖小七探讨五开要密 我靠兄弟兄弟你来真的呀 我靠 我靠 我真功夫 我靠你衣服穿一下 你稍微矜持一点 对吧 你没开直播 我开直播呢 我靠啪 要给我疯了 我靠啊 刚才那个摄像头角度啊 好性感啊 大帅逼 出了一点问题 出了一点问题 我少捡衣服 等我一分钟 哦行 维王哥 哎呀你穿上整个衣服 你一穿上衣服啊 性质 不是性质啊 就是变了 性质就变了是吧 就是 你刚才 你刚才眼神 就是很猥琐 然后你突然 没有 不是不是 你听我说 你看 你听我说 然后你穿上衣服以后 眼神就顺便变得清明了 就是 我一直这么清澈好吧 主要是面对谁 不是梦幻直播间的山脉啊 王哥 哎呀别别别别 你才是梦幻虚优的顶流和未来 就不知道 没有 现在没人看直播你知道吗 都看短视频 那短视频没有不认小七的吧 对不对 对都来骂我呢 那不能 那不能 我因为你才玩的五开你知道吗 我才玩的四无礼 你也是被我的颜值所吸引的吗 王哥 不不不 我是被你的这个气质 对吧 就是你 你给人一种跟其他所有梦幻玩家不一样的气质 就是聪明中透露着的一种愚蠢 愚蠢中透露着一种清澈 你知道吗 就是 我一直以为我是颜值当的 就是又耸又刚 然后 嗯 又猥琐又油腻 尤其是你跟那个几个女主播互动啊 有有 那我就不点名说哪几个 没没 我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人 不是 你为什么老跟女主播见面呀 那我跟男主播见面他们也不看呢 哈哈哈哈 不是吧 我去找王哥 有人看吗 哈哈哈 应该有应该有应该有 王哥你在直播是吧 我在直播 我在直播 嗯 好嘞好嘞好 要不要给你来个火箭啥呢 那不用 那不用 你好变态啊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那我最近手头也不特别宽宜 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 啊 现在你在哪个区玩呢 我在东海龙公呀 对了 兄弟们最近有想出后的可以滴滴 出不出的也没关系 这里有免费的估价和万人群宣传 我觉得你 你这个人选区 有问题 就是每次你都 怎么说 就是你当时选二沙岛 是因为没有排上特别火爆的 哪个服务器来着 我2020没排进去 啊 2020没上去 然后去到二沙岛 然后呢 大唐官府 我就进去了 孟外西游你没去 然后你又去到东海龙公 就是你错开了所有火爆的服务器 然后再把这个服务器带火爆 你是不是就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特别喜欢那个叫叫什么来的特别火的服务器 我二沙岛当初进去之后三个月那个区排队排到我自己都进不去 所以我一直对那个恐对火去有恐惧 排队不是一种特别好的游戏体验 但是东海龙公这个区现在还可以开去一个月了 等一下比例三千 还还在今年的区里应该是非常的难的 啊那你这次的组合是四个龙公吗 四个龙公 对我在卖服呢 今天不是这二吗 我卖服卖了好多钱 重生卖服龙 那那必须得卖服啊 只能靠卖服来补天家用 那那啥呢 那个以前的那些区域还接着玩吗 那个师徒 我看都挺厉害的 恭喜发财卖了 我看还挺厉害的 特别强特别强 要不我们来一场正面男人的对决 王哥跟你们主号 对吧 我觉得可以刚一下子 不是你吃啥呢 吃六位地方晚呢 吃腰呢 我这两天生病了啊 不是你没生病也像有病那样 你有病反而精神了你知道吗 眼神中可惜地了 我我这边开着直播 给你那个脑袋调的比我游戏画面都大 在我直播间老精神了 真的啊 那气质 不是 就是我这个脸一旦露出来之后 王哥直播间的人数是不是腾腾下降呀 没有没有没有 我直播间咱俩长得差不多 他们有抵抗力 五五开 所以你对我颜值这块评价是还是有点 有点 又丑又帅 又索用刚 又猥琐又油腻 然后吧 不好不坏 斯文吧 也不斯文 败类吧 也不败类 就是你别笑 就是你这个评价 我高低卖完服之后给你上个火箭 你别笑啊 你别笑 你严肃的时候 挺严肃 你严肃的时候 我感觉你像咱们网易内部的领导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你就摄像头一动不动 你给网易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一谈 他都吓得一跳啊 都以为领导来了 主要是年纪到的 气质 主要是气质 气质跟上了 这样 那个 不是 我进王哥 我进你直播间了 我感觉我手机里的画面跟你直播间里的画面是不一样的 你没有眉眼 对 这个没有眉眼 所以我没开摄像头呀 那你就过开我呀 哈哈 你 你 又不是你直播间 你怕啥 对不对 他妈骂你 你也看不见 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我还是要脸的 好不好 要脸你刚才没穿衣服也接 你一般对锦衣祥 祥瑞啥的有有有买过吗 我觉得锦衣祥瑞这一块 我最近特别有研究啊 全都是 主要是我最近翻染或者买锦衣之后 我就发现 妹子找我聊天的次数变多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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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玩的还是一个养成互动的游戏吗 不是 是不是还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游戏体验感上升了 我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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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不像是真的 你是五开 对吧 你是五开 哪有妹子跟你聊天 我又不是没有五开过啊 不是 他有妹子想找你聊天 但是他得寻找到一个理由呀 比如说突然发现你外观变了 突然游戏里面 有最新款的锦衣 就证明这个人舍得把钱花在没有用的地方上 有可能给我花钱 哎 你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梗 就是 以前叫浪淘沙上出来的时候 周围好多朋友问我要不要买吗 嗯 我他们要的一个个钱给安住了 不要买 不要买 那个东西又不加数据的 哈哈哈哈 后来 后来浪淘沙涨疯了 后来被骂死了 浪淘沙涨疯了 后来说兄弟们上次浪淘沙的机会虽然错过了 但是这次水云归非常的暴力 水云归只要720以后能转到3600 给我抽 然后 因为我现在朋友不是很多了 我现在把你当我的真心朋友 错失了浪淘沙啊 然后补上了水云归没冲就行 水云归是太惨了 水云归好像从来没有到过720 720买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到过720 今年呢 你看了吗 那个龙皇 龙皇 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了各种假消息啊 啊啊 顺移 嗯 啊对对对对 还有今年那个锦衣是不是有网上有视频 说老虎啊老牛啊穿上之后飞天特别妖娆 是今年的锦衣吗 是今年的锦衣 那个不是屁的 那个就是真的 就是感觉那个半老徐娘 就是那个 哎呦那种感觉说不上来 你知道吗 就好像一个男的穿一个大婶的衣服在那飞似的 那个啊造型飞天啊 超级飞天的那个造型 那个是真的 我就就就这样啊 对对对对 辣眼睛那个 好等我等我赚够钱了 我一定给我的老虎买一套 我觉得那个那个造型特别奇葩符合我的气质 呃我我现在也五开了 而且我告诉你我我四个物理的时候 杀18门牌175能杀90关 就是多少关 90多关 哦 然后大概能杀80关 然后然后我又改进了一下 我把那个一个物理放弃了 转成一个啊 魔花我杀了103关 你带虚米吗 带虚米啊 物理不带虚米 那咱能杀50关吗 那我三年内 我买不到合适的175任务虚米啊 为啥买不到啊 不因为持国少是吧 你们去刚能和持国的 我们去刚开始和持国都都慢嘛 就是一个去 比如说快到一年的时候 持国才刚刚 PK持国才刚刚刚普及 就是PK虚米 我现在有几只那种顺法虚米 但任务算带不了 哦 那回头你那啥 给你点五开那个物理的这个思路啊 就是花果山加3%的误报 大唐加3%的扶刃 林郭成加3%的伤害结果 师托领加3%的宝宝输出 和宝宝3%的抗讯 网哥我觉得你对五开是有理解的 特别强 有机会我们刚一下子看看 看看你那组五开到底能不能 到底能不能打 能不能打 我觉得打你应该没问题 画力不少的东西好像听起来很厉害的 但是打你肯定没问题 那你我一个星区都打不过 我还我要是新我要是打不过你 我去星区打你 咱们去咱们水饰品的水饰品的手段 就是到处约这样 行那我接你的约站 我随时约 你不管哪个福气的 顾宇发来卖了对吧 那还上二十二岛 对 还上那个东海龙宫 随时 东海龙宫 东海龙宫我特别强 东海龙宫强 卖80级的伤害符吧 我但凡 你侮辱我 你侮辱我 我今天光卖符 就这两个小时 我卖了四百万 你开死我玩笑 四百万多少啊 按照比例 四百万一百五十块吧 我靠 确实确实确实 两个小时 我这五开两天也算不了一百五 哈哈